阿弥陀佛 尊敬的 诸位同修大德 大家下午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 我们非常欢喜 再一次 回到我们巴黎 跟诸位同修 在一起共修念佛 这一次回来 看到大家共修 比过去更加的庄严 更加的熟练 所以我们看到大家 非常努力的来学习 法器仪轨 所以越来越有进步 希望我们很快的 又能够在 我们的教练的帮助之下 大家能够更上一层楼 学得更好 让我们的共修 法会更加的庄严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在巴黎啊 也是因缘非常殊胜 因为我们上个星期 就是5月24日 刚好是我们本师 释迦摩尼佛的诞辰 那么在南传的佛教啊 叫做魏塞节 那么如果是北传 也就是所谓的佛诞节 所以呢 这个也是刚刚好 上个星期 我们能够立民 我们在这个巴黎 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因缘 遇到了这样殊胜的节日 那么在佛门里面啊 遇到这个佛诞节 或者是魏塞节 每一年啊 都会举行 遇佛的仪式 所以在寺院道场啊 都有遇佛 所以这一天呢 也是我们纪念 本师释迦摩尼佛诞辰的节日 那么通常啊 我们在遇佛的时候啊 我们通常就用水啊 摇了这个水 在释迦摩尼佛有一尊 这个小尊的 就刚诞生的这个 释迦摩尼佛的圣像 给他淋这个水 那么这个圣像呢 我们要知道就是代表 释迦摩尼佛刚刚诞生 那么他是出生在古印度 释迦族 加皮罗魏国 那么姓乔达某 名字叫西达多 是靖范王的王子 的太子 那么根据 《涅槃经》上说啊 这个释迦摩尼佛 他诞生呢 是从母亲摩爷夫人 右斜而生 右边的这个一窝而生的 生下来以后 就周行七步 就向四周 走了七步 所以这个四周啊 就是所谓的 四为上下 这个十方 就是十方上下 那么这个就是 周行七步 走了七步以后 就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说到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所以我们在这尊 遇佛的时候 这个佛像啊 他就是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那个刚刚诞生的 我们的本师 释迦摩尼佛这个圣像 那么 为什么他会讲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呢 这个很多人啊 都误会了 以为啊 这个释迦摩尼佛 非常供高我慢 他怎么可以说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好像呢 别人都比他还差 他是最尊贵的 所以这个啊 我们要稍微说明一下 很多人啊 都误会 因为这个我啊 不是指我们这个身体 现在这个身体 这个假我 他这个我呢 是指着我们真正 每个人 都一样的 都平等的 真我 也就是法我 法身 所以我们现前这个身体 是假我 是假的 你看这个身体啊 我们有生老病死啊 乃至于我们 所有 见到的一切 植物 有生柱易面 乃至于地球啊 这个矿物有 成柱坏空 所以都不是永远存在的 因此他就是假的 在佛法里面讲 什么叫真 什么叫假 假的就是会变的 会变化 真的就永远不变的 所以我们现前这个身体 是假我 不是真的 不但身体是假的 连那个能够思维 你天天在那边想东想西 胡思乱想 这个 在那边想象的 那个叫做意识心 那个意识心啊 也不是真心 所以 真心啊 是永远不变的 所以 我们的心啊 通常很多人说 这个心是心脏 心脏也是假的 这个心脏也是会变的 他也不是常住的 再来就是一个意识心 意识心就是我们呢 胡思乱想这个心 这个心呢都是假的 所以什么才是真的 真的就是啊 永远不变的 那个叫做真心 所以这个真心啊 也就是真我 也就是人人都平等 跟佛没有差别 所以我们常讲啊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生佛不恶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我们 共同一法生 无恶亦无别 所以 这都是啊 讲到真我 所以换句话说 真的我 那就是离开了 一切虚妄之后 确实有一个真我 这个真我是什么 叫做常乐我净 在佛法里面叫做四净德 他有四种的净德 常乐我净 四种功德 这个常就是永恒不变的 这是真常 你看所有一切 都是会变的 金刚经上说 凡所有相皆是虚幻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都不是真的 所以真我 你看真我 这个第一个它就是常 它就是永远不变 它具有这个功德 第二个功德就是乐 乐就是永远的快乐 离开了一切的苦难 灾难 所以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我们要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就是将来 我们可以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要移民去西方极乐世界呢 因为这个世界是假的 极乐世界是真的 你看它是真我 真的 而且真正清静 真常 所以 常乐我净 那是在极乐世界 它可以得到 所以 我们一般常讲 我 这个我 是什么意思呢 在佛法里面讲 叫做得到 大自在 就是自在 就是 我可以做主宰 这叫做我 可是哪一个人可以做主宰 你看我们 最起码的 我们想要年年十八岁 你可以做得到吗 你就做不到 那做不到了 那表示什么 表示没有我 如果是有我 那就可以年年十八 永远不会老 可是做不到 所以没有我 那只有到极乐世界去 真我 你看极乐世界的人 年年 每一个人 都十八岁一样 永远年轻 没有老的 他不会衰老 所以这个就是极乐世界 为什么叫极乐 就是这个意思 而且呢 他永远清静 静就是身心都清静 一尘不染 所以这叫做法身 我们跟佛是共同一法身 所以我们修行的人 就是要正得法身 我们修行的目标 所谓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这个成佛就成就法身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本来是去除的 可是现在有障碍 现在我们修行就是 透过修行 把这个障碍去除 那这个障碍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天天打妄想 胡思乱想 胡思乱想 想东想西 分别执着 这就是我们的障碍 所以你看世交摩尼佛 他成道的时候 他就讲一句话 他说奇灾奇灾 很奇妙啊很奇妙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都跟一切诸佛如来 共同的 一样的 平等的 智慧 圆满的智慧 圆满的功德 圆满的福报 圆满的向好 通通都是圆满 都跟佛一样 但以妄想执着 而不能正等 但可惜啊 我们天天打妄想 有妄想 有分别 有执着 那我们就正不到了 所以现在呢 透过修行 慢慢慢慢把这妄想分别执着 把它去除 去除以后 最后就会 恢复我们本来的真如本性 这就是所谓的真我 所以禅宗里面常讲一句话 叫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 这就是真我 所以你看到禅宗在参什么 就是参这个 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 这就是达到这个境界 叫做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所以这个佛这个意思 就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 这个才是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求的就是求这个 所以你说佛教 这样看起来呢 他不是宗教 为什么呢 宗教没有求这个 宗教是要求去升天的 佛教我们不是要去升天 没有要升天的意思 佛是教我们恢复真我 恢复我们本来的面目 所以佛 佛教不是宗教 跟宗教完全不一样 那这个佛教是什么呢 你看过去有一位欧阳静吾先生 他在广州第二中山大学讲演 他讲演的题目叫什么 佛教非宗教 不是宗教 非哲学 也不是哲学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的大学里面 把佛教列为哲学 所以佛教有硕士学位 有博士学位 很多人都是读这个硕士博士 不过那个很难读 我告诉大家 比一般的科系还要难 因为我曾经遇过一个 读这个佛学博士的一个出家人在美国 结果他说他念了五年都还没有拿到 博士学位 他说太难了 为什么呢 光那个语言就要念好几种 很难念 所以不容易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佛法的真面貌 它不是哲学 那到底是什么 这个他没有讲 他只是说是现代人所必须的 这个欧阳靖武先生说 这是现代人所必须要学的 但是没有讲是什么 那现在我们净空老和尚 给我们说出来了 老和尚说佛教是佛陀至善圆满的教育 是对我们九法界众生最善的 最圆满的一种教育 这就是佛教 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 原来佛教是一种教育 一种教学 这个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 断恶修缮 帮助我们破弥开悟 最后教我们转返成圣 就是把你从凡夫提升到圣贤 提升到佛菩萨这种境界 所以你看佛教它的目标就在这里 但是我们就知道 这个佛教有八万四千法门 每一个法门都很难修 都不是我们现在人可以修成功的 那怎么办呢 还好 释迦摩尼佛早就告诉我们 末法在这个时代叫做末法时代 一亿人修行 几万几亿的人在修行 唯一念佛法门得度 也就是这么多人在修很难成就 没有办法成道 所以唯一念佛法门得度 唯一的只有靠念阿弥陀佛这个方法 叫持名念佛 靠这个方法得度的 所以现在我们为什么要念佛 为什么现在念佛的人那么多 这也就是根据释迦摩尼佛在大吉经上所说的 末法亿亿人修行 喊一得到唯一念佛法门得度 所以早就释迦摩尼佛告诉我们 这个时代你就是用念佛的方法 将来靠阿弥陀佛的愿力来接引我们 因为阿弥陀佛有发愿 他发愿 只要我们信愿辞明 就很相信很愿意去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你只要肯念佛 他就会来接你 也就是在灵命中的时候 当我们在世间的缘 已经进了 是时候开离开了 我们讲移民了 也就是说你移民到法国来 这个还不是真正移民 这是第一阶段的移民 你还有第二个阶段还要移民一次 也就是要移民去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是释迦摩尼佛给我们介绍 阿弥陀佛的这个大寺院 希望我们念阿弥陀佛 将来我们在这个世间的缘到了 每一个人都要移民的 那缘到了 必须要移民了 阿弥陀佛就会来接你 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这是千经万论 共同指规的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共同都劝导我们的 所以是非常非常殊胜难得 那么今天如果我们不修行 不念佛 那我们在这个世间要做什么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世间 一般人 你看那个小孩子 一出生 他就哭了 哭啊哭啊 所以你仔细去听 他在讲什么 他就在讲苦啊苦啊 他在叫苦 生生都在叫苦 所以心思比较敏捷的人 他一听到小孩出生 哭的声音 他就知道 哎呀人生是苦 出生是生苦 然后再仔细观察 接下来还有老苦 还有病苦 最后还有死苦 生老病死 通通是苦 所以也就是从出生 一直到死亡 没有不苦的 所以你看 生老病死这个苦啊 当你听到小孩子在叫苦 这个声音呢 你就觉悟到了 所以释迦摩尼佛 你看当年 他在很小 年轻的时候 他呢 视线到外面去游玩 你看他第一次出去外面 他父亲不让他出去的 但有一次 他刚好有机会 出去外面 逛了一下 看到什么 看到生老病死 他马上就觉悟了 就觉悟了 我们人在这一生当 要面临这个问题 所以他就想到 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 我来这个世间做什么 没有意义 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现前你所享受 这种快乐 这个都是假的 为什么 总有一天你要面临生老病苦 生老病死苦 而且呢 你看无量寿经里面讲 一切众生在这个世间 独生独死 独去独来 苦乐自当 无有待者 没有人代替的 所以一切都要靠自己 靠自己去修行 所以你看 释迦摩尼佛 人家觉悟了 觉悟以后 他就出家去修行 最后视线八向成道 最后 你看 正得了真我 所以他才会说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这个最重要 其他都是假的 但是我们 一般人 依然迷惑颠倒 魂懒不觉 所以还呢 迷在这个世间 不能够醒悟过来 尤其佛告诉我们 在法华经里面 讲了一句话 佛以一大事因缘 出现于世 所以佛已经看出来了 这个世间的 第一大事是什么 也就是 生死轮回 生死的问题 所以他知道 这一件事最大的事 所以他来到这个世间 就是要帮助我们 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用什么来解决呢 修道 正果 佛做出了样子给我们看 他自己悟了 悟了就是对 生老病死的真相 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 知道有六道轮回 然后知道怎么脱离六道轮回 其实啊 这个六道轮回 在古 古佛罗门教 在印度 早就已经知道了 所以你看那个佛罗门教 古代的佛罗门教 现在叫 星都教 叫印度教 过去就是佛罗门教 你看呢 他们透过禅定的方法 就说得很清楚 他们在禅定当中看到人有生 有这个轮回 所以他们看得很清楚 所以他们对六道状况他很清楚 但是啊 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 如何脱离六道轮回 他们不知道 所以啊 也就是说 他只知道其当然 不知道其所以然 因此啊 他们解决不了问题 后来释迦摩尼佛诞生了 四限成道 才把六道轮回 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才给我们说出来 所以 六道轮回啊 是怎么来的 就是我们生死的凡夫 迷心 逐境 迷失了真心 用的都是妄心 天天打妄想 胡思乱想 用这个心 用这个心的追逐外面的境界 所以造了很多的业 所以这个业 就会产生了六道轮回 所以迷惑 造业 受苦 或业苦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这个妄心啊 总的来说 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 我们的分别执着 如果讲细一点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 贪嗔痴慢疑 自私自利 去追逐这些明文利养 你看我们社会 就是这个现象 大家所用的心都是什么 用这种心 贪嗔痴慢疑 然后自私自利 所以你看一般人 一般人 你看他整天 那个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做的是什么 你就知道 通常啊 所做的 所想的 都是恶的 都不是善的 那为什么人 这么容易造恶啊 要做个善 这么难啊 为什么 因为呢 这个佛法里面有一门学问 叫做维世 维世啊 就相当于佛教的心理学 他讲得很深 他说我们的心里面啊 那个 那个 我们叫心所 那个心理现象 善的心理 善的心理 善心呢 只有十一个 十一个善的心 那么 恶的心呢 有 二十四个 二十四个 恶心 十一个善心 那你想想 那肯定啊 我们一定是 这个起恶念多啊 造恶业多啊 行善积德的不容易 所以你就知道了 我们现在修行啊 那就要反过来 因为我们的习惯 我们的习气 那个都是不好的 现在把它反过来 所以我们叫做 这个 把这个 迷惑颠倒啊 转成觉悟 所以 这个迷啊 就是我们造业的根源 那现在呢 我们呢 要把它转过来 不要再去追逐 这个世间的 这些明文立养 无意流程 所以 要转过来 慢慢的回归到觉悟 回归到清静 回归到 真我 所以啊 这个现象呢 就是我们本来有真诚心 本来有清静心 本来有平等心 现在呢 都迷了 所以迷思的真诚 那就是虚伪 虚情假意 迷思的清静 那就是污染 所以可见的 现在知道 现在知道 地球有污染 非常严重 那地球 为什么会污染 因为人心有污染 所以地球 就会被污染 那么佛法说得好 心静 则佛土静 心清静的 这个地球 这个佛土 就会清静 所以我们所谓的环保 最重要的 先保护我们自己的真诚心 清静心 平等心 慈悲心 也就是把内在保护住了 那么外面的环境自然会变好 所谓进水心转 向水心转 所以佛法讲的 一点迷信都没有 可见的 释迦摩尼佛 他一生 都是在教我们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教学 总共有49年 他教了49年 开了300场的法会 讲经法会 所以没有一桩事情 是为自己 通通都是为一切众生 他表现出来的 他做人 样子 他所视现的身份 都是为了教化众生 所以他从开悟 一直到圆集 没有一天不教学的 所以这个教学的目标 就是帮助一切众生 破迷开悟 断以生性 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教我们这个世间 是怎么来的 我们来这个世间的目的何在 所以一般人 通常都把这个事情 疏忽掉了 所以我们看到 人一生如果把这个事情 疏忽了 那就是所谓的 醉生梦死 糊里糊涂的来到世间 糊里糊涂的又走了 走了以后呢 又糊里糊涂的去搞六道轮回 这个非常可惜 那么所谓的六道轮回 就是啊 天 人 阿修罗 天阿修罗 人道 这个叫三善道 然后地狱恶鬼畜生 叫三恶道 也就是我们总是在这个六道里面 在那边轮转 没有办法离开 那么如果没有离开六道轮回 那永远在这里都是会受苦的 虽然有天上比较快乐 但天上的时间很短 等到天上的快乐想完了 福报想尽了 你又要堕落 又要搞轮回 这很可惜 所以通常是在二道的时间比较长 善道的时间短 所以你看佛有一个比喻 比喻我们人在六道里面 就像大海当中 这个海里面就三恶道 然后呢 这个外面 这个海上面 就像三善道 我们好像在这个 三善道吸口气 好不容易吸口气 马上又沉到水里面去 这叫头出头末 所以你看看 我们如果不好好来修行 不好好来学佛 你看我们一生 乃至于生生世世 都在头出头末 非常可惜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知道了 我们人来到这个世间 那究竟只做什么 目的何在 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世间人 你看他免不了 在这个世间 多做些什么事情 通常都是追求财富 一般 你看看这个世间 天天都在追求财富 天天想发财 忙得不亦乐富 那这个是不是我们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呢 这绝对不是真的目的 如果是真的目的那就很可怜了 真的很可怜 但确实你看看到的这个世间就是这样 所以过去你看这个乾隆皇帝下江南 我们都知道乾隆皇帝常常到江南去视察 那么他到江南以后 他看到长江边上 长江江上 他在边上看到那个船只来来去去的很多船 熙熙朗朗来来去去 那么他旁边有一个大臣 叫做纪小兰 铁齿铜牙很多人都知道 那这个纪小兰很聪明 头脑很好 很有学问 所以他马上问这个纪小兰 说小兰小兰你看这个长江江面上 来来去去的船只 有多少只 多少船 多少艘船 那如果问到我们我们就麻烦了 那怎么数啊 数不出来 可是纪小兰很聪明 很有智慧 他就跟乾隆皇帝说 报告皇帝 这个江面上的船只有两艘船 这来来去去的船那么多 怎么会只有两艘船 因为一艘未明一艘未立 所以只有两艘 所以你看人家真的很聪明 真的他讲的是事实 那个船来来去去那么多 真的只有两艘船 就好像我们看到外面车子来来去去 你也可以说只有两辆车 一艘未明一艘未立 所以事实你看 世间人都是这样 但是这个是我们的人生的目的吗 绝对不是 为什么 即使你有再多的财产 你看死了以后 全部要给别人 所以人生如果以此为目标 那真的是太冤枉太愚痴了 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 人生到底来这个世间做什么 那么释迦摩尼佛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在六道里面轮回 是来做什么的 叫仇业而来的 仇场业报而来的 那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 我们过去生中造什么业 比如说你造的是善业 你这一生就来享福 如果过去生中造了不善业 造了恶业 那你这一生就来受罪 这就是所谓的仇业而来 人生仇业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过去的因 现在受这个果报 那这个是不是人生的目的呢 如果人生以此为目的 那真的也很可悲 为什么 这个绝对是每况愈向 越来越往下堕落 为什么 看这个样子 人造越做越造越多 将来是越来越苦 那这个就很惨了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来做什么呢 也就是最重要的 就接受圣贤的教育 你看圣贤人家有智慧 人家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 我们来接受他的教育 所以接受这个圣贤教育以后 他能够帮助我们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 转繁成圣 也就是提高自己的境界 这个目的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 你看我们人 下一次 如果你生到天上 好一点点 但不究竟 如果能从天道提升到 超越六道轮回 超越三界 这个就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念阿弥陀佛 这个是佛告诉我们 所有修行方法里面最简单的 最容易的 我就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会来接我们 这是肯定的 因为我们净土中第二代的祖师 叫善导大师 你看善导大师当年 在世的时候 整个长安城没有一个不念佛的 通通念阿弥陀佛 这个善导大师的教化 非常的 这个影响非常大 那么他曾经告诉我们一句话 他说 如来所以兴出世 为说弥陀本愿海 也就是 一切诸佛如来 为什么初心 出现在这个世间 他的目的是什么 为说弥陀本愿海 就是为了给我们介绍阿弥陀佛的大愿 意思就讲得很清楚 叫我们念阿弥陀佛 去西方极乐世界 一切诸佛出现在世间的目的 就在此地 所以你看看 如果今天我们不念佛 那我们没有依靠 我们要靠谁 我们在这个世间 独生独死独去独来 没有人依靠 现在还有人可以依靠 阿弥陀佛可以依靠 所以只要你肯念阿弥陀佛 我们就有希望 靠弥陀的大愿 这个极乐世界在哪里 你也不用去找 星球那么多你也找不到 我就在那边一心念佛 将来阿弥陀佛 到你因缘成熟的时候 就会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一接呢 你就超越六道轮回 从凡夫直接到极乐世界 你就是菩萨 一直在那边不会退转 寿命无量 换句话说 在那边没有生死 没有轮回 一直修到圆满成佛 因为在极乐世界的人 各个都是无量寿 你看这么好的地方 极乐世界是一个修行最好的一个场所 是十方诸佛都给我们推荐 给我们介绍的 所以我们不去太可惜了 如果不去 那你在这个世间 那就继续的再搞轮回 没有个依靠了 那么有的人说 我有依靠 我在找一个有福报的人 我可以想他的福 你想想 这个有福报的人 你也靠不住 为什么呢 你看过去 在东汉的时候 这个中国东汉 有一个皇帝叫做汉文帝 汉文帝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皇帝 因为他有文景之志 汉文帝有一个宠臣 一个很宠爱的大臣 叫做邓通 那么这个邓通 他本身是皇帝最喜欢的大臣 所以他靠着皇帝 对他的喜欢 他做了不少恶业 有一天 他遇到一个看相的 他请那个看相给他看一下 一看 他的虎口有一道文 他说你将来 会饿死 会饿死 所以这个邓通就跑去找皇帝了 跟他说他遇到一个相事 给他一算命 说他将来会饿死 那么皇帝非常宠爱他 他说哪有这个道理 你是我最亲爱的 最喜欢的宠臣 你怎么会饿死 你跟着我绝对不会饿死 那个看相的决定不灵的 所以皇帝就把当时四川的铜山 赐给他 送给他 那铜山做什么呢 铜山就是来造铜币的 那边产铜矿 等于是皇帝把中央银行送给他了 让他每天在家里做钱币 全球都用他的钱币 所以叫邓通钱 所以国家这个造钱就由你来造了 所以好像今天印钞票 这个银行中央银行印钞票 你负责了 全国的人都用你的钱 你怎么会饿死 所以皇帝想大概这样就不会饿死了 哪里晓得这个老皇帝 没多久就死掉了 死了以后新皇帝上台 新皇帝很讨厌他 很讨厌邓通 一上台就把他财产全部没收 最后他只漏的 你看一文不值 到最后去做乞丐 最后真的饿死 所以你看皇帝要跟你靠也靠不住 最后真的活活饿死 这叫什么 这叫做一饮一浊 莫非前定 这个因果是丝毫不爽 可是佛法不是宿命论 佛法承认有因果 可是这个因果可以改变 为什么 因为因是你自己造的 那果当然你要承受 那么你既然能够造因 你就可以改因 所以这是别人不能帮你改的 一定要自己去改 所以你看靠皇帝来帮你改 都改不过来 所以他如果懂得佛法 或懂得了凡事训 那就可以了 他就可以改命了 所以你看了凡事训 告诉我们 透过自己断恶修缮 积功累得 他真的改造命运 他真的有怨必成 所以靠别人的力量是改不了 这是真实的 那当然我们靠阿弥陀佛 可是你靠阿弥陀佛 你自己要认真修行 你总不能说我等在那边阿弥陀佛 就会来了不是 你没有修阿弥陀佛 帮不上忙 所以你看我们常讲 你自己认真的修一分 佛菩萨就加持你一分 保佑你一分 你修两分 他就保佑你两分 他会加倍 可是你一分都不修都没有用 他也帮不上忙 所以命运一定要是自己去改 别人改不了 而且我们总是遇到了这些 不如意的事情 我们会怨天尤人 你今天如果觉悟了 明白这个事实真相 你就不会怨天尤人 因为是自己要对自己负责 佛菩萨帮助我们是一个真上缘 他把这些道理方法告诉我们 我们依教奉行 我们就得到受用 得到了真正的功德利益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不好好改造命运 那真的就如同我们老和尚的老师所说的 李秉兵老居士李司空所说的 该什么生死就怎么生死 该怎么轮回就怎么轮回 你看连这个死也是定好的 你看了凡事件里面不是讲吗 了凡先生被孔先生算命 什么都给他算出来 考试考第几名 薪水领多少 将来做什么官 然后到最后你看还给他算 几年几月几日几时 死在哪里都把他算好了 寿命53岁 那么了凡先生想尽办法 要去改改不了 一切还是命里面有 最后遇到了云谷禅师 云谷禅师才告诉他 命由我做 服自己求 你要自己的改过修善 把自己的恶习气改掉 积极的修善积德 你看最后还 你看里面还教他念准提咒 我们是念阿弥陀佛 这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最后也是要透过修心 心越来越好 越来越清静 他的命运就改了 所以这就是改造命运的方法 那如果没有改 那真的 该怎么生死 该怎么轮回 跑不掉 所以过去 你看我们老和尚 他曾经遇到有一个叫 租金座老居士 这个租金座老居士 是对他学佛帮助很大 因为他自己有很多 亲身体验的一些故事 因缘 他都告诉我们师父 他说他三十多岁的时候 在苏州 是在银行做经理 那么他们有几个朋友 常常在一起吃饭聊天 其中有一个朋友是走阴差的 这个走阴差是什么 就是白天要工作上班 晚上还要上班 去哪里上班 晚上去城隍庙 去殷朝地府去上班 所以有这样的人 那么他的职务 不是很高 他是做什么 做那个我们所谓的说发 管公文的 所以他在殷朝地府里面 说发管公文 送公文 所以有一天 这个上海的城隍庙 在轨道里面 上海是县 在苏州是最大的 叫都城隍 所以现在我们表面上看起来 上海很大 苏州比较小 其实在殷朝地府里面 他是反过来的 所以苏州大 上海小 所以上海的公文 还要送到苏州去 那么他有一天 收到一份 从上海送来的生死簿 这个生死簿就是人 要什么时候死 三个月以前 这个名册 就会送到苏州的都城隍那里去 所以他负责收发 他就收到了这个名册 生死簿 就交到他的手上 他都很好奇 哎 这个生死簿里面哪些人死 他就翻一翻 偷看一下 这一看 哎呦 这个名字 都是四个字的 五个字的 甚至还六个字的 哎呀 一大堆 奇怪了 他说中国人啊 附信 四个字就已经很少 怎么这个 四个字这么多 而且还有五个字六个字 他想不通 所以回来之后啊 白天啊 跟大家聚餐 他就跟大家讲这个事情 结果他这些朋友啊 都想不出来 这是什么原因 那结果呢 今天 经过三个月以后 三个月以后 日本人啊 在上海发动了 有名的 叫松户事变 128松户事变 所以这下大家呢 才明白了 才了解了 原来啊 这个名单是什么 是日本人 在这一次战役当中 死掉的名册 三个月前就送去 所以这是真实的事情 所以你看呢 这个人啊 生死有命啊 连打仗 死了的人 都不是冤枉死的 你看这个名册 早就送去啦 所以名册上没有的 即使啊 那个子弹打在你身上 也不会死 这是真的 所以呢 这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因缘果报的事实 对我们修学啊 有很大的信心 甚至呢 你看很多人啊 喜欢去看相算命 以为看相算命啊 就可以帮你改命啊 我告诉大家 看相算命啊 改不了 为什么呢 他自己都改不了 他怎么能够帮你改命 他怎么能够帮你改命 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在民国时期啊 有一个很有名的 很会看相算命的 这个人啊 叫做林庚白 大家有机会去上网去查 很有意思的一个人 林庚白 他是1897年出生的 他是在福建 闽侯仁 十三岁啊 就考上了 燕京大学堂 就是北大 十三岁考上北大 十六岁呢 当国父孙中山先生的秘书 这个人很有名哦 十六岁做这个国父的秘书 然后呢 满清啊 现在你又要恢复这个皇帝 哇 大家都在骂 全国都在骂 但是骂有用吗 没有用 因为他是当时啊 权势最大的 谁也动不了他 所以大家呢 就在那边呢 这个吃饭聊天啊 什么 就在那边骂骂骂 结果呢 这个林庚白啊 他就跟大家讲 他说啊 他对 袁世凯的命运啊 他早就预测出来了 他算出来了 袁世凯啊 他说啊 他如果不当皇帝 就罢了 如果他做皇帝 他就会死 他就会死 而且呢 什么时候死呢 他如果做皇帝啊 他半年之内就死了 而且他皇帝也当不久 大概三个月 皇帝就没了 所以他预测的 就把所有的这些内容 就写在那个墙壁上 所以他说到时候 大家呢 可以来这边看看 如果当时 以后发生了什么事 来看看 他已经把它预测出来了 结果袁世凯真的 在1916年 1月1日正式登基 真的做皇帝 结果呢 做皇帝啊 做了三个多月 就取消了 为什么 大家都反对嘛 所以做了三个多月 真的 他预测的 真实的 三个多月 没有啦 不做啦 竟然在1916年6月6日 袁世凯啊 因为尿毒症过世 哇 这个时候大家想起了 哇 林跟白写在墙上的 那个袁世凯的史奇啊 大家一看啊 真的 完全是真的 丝毫不差 很厉害啊 所以他 这个时候就名声大噪啊 很出名了 所以有很多人呢 都来找他看相算命 其中他有一个好朋友 叫做徐志摩 大家都知道 徐志摩 徐志摩跟他很好 好朋友 那么他就常常提醒徐志摩 你千万别坐飞机 因为他命里面啊 看到徐志摩 他会恨死 恨死 不是正常死亡 恨死 所以他你说 你千万别坐飞机 结果哪里知道 徐志摩啊 为了去听他的前女友的演讲 特地坐飞机去北京 结果在半路 你看 飞机就失事了 所以你看 他讲的 预测的都是真实的 那么最 这个不可思议的 他为自己预测自己的命运 照讲这个看相算命 是不可以预测自己的命运的 不可以算自己的命 他算自己的命 现在他怎么算呢 他一算 哎呦 自己的命啊 四十五岁 活到四十五岁 也是恨死的 所以后来呢 他到了重庆去 在重庆遇到一个 也是很会看相算命 叫陶伴梅 他就请对方给他算一下 一算呢 也是四十五岁 哎呀 逃不过啊 你这个命就是四十五岁 然后他就问陶伴梅 那我应该用什么方法 能不能有机会逃过 他说你可以躲到乡下去 因为那时候日本人呢 常常丢炸弹 轰炸重庆嘛 他说你如果逃到乡下 那个飞机飞 没有飞到的地方 或许还有机会逃过 所以他就一直找 往乡下找 往南方一直找 结果找到哪里呢 找到香港 找到香港 所以他后来就跑到香港去 那时候香港是英国人 这个殖民的 所以英国人统治的 那时候香港还不错 没有什么问题 哪里晓得他到香港 才十天而已 日本人就占领香港了 所以逃不过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人就开始抓 抓那些重要人物 结果他一看到日本人在抓人 他赶快跑 一跑日本人就一枪把他打死 所以你看逃不过 命里面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即使这么会算 他也躲不过 所以真的能够躲过的 那只有让我们真正的 来学习了凡先生 所以了凡先生你看 改造命运真的成功了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 还有比了凡先生更厉害的 我们老和尚 净空老和尚 你看净空老和尚 你看也是45岁 所有看相算命的都算了 45岁 逃不过 结果我们老和尚 活到96岁 那个晚年那个福报 都是他这一生修来的 所以我们称老和尚 活了凡 这一生真的做出给我们 一个最好的模范 改造命运的最好的典范 所以这就是说明 真的可以改造命运 只要你按照正确的理论方法 是可以改造的 那现在我们呢 在这边念佛 我们这个改造就更圆满 更殊胜了 我们这个改造是什么 是一次就从 这个薄地凡夫 把我们转到西方极乐世界 成圣成前 成佛成菩萨 所以你看 释迦摩尼佛 他教学的目的 当然是教我们 脱离六道轮回 教我们 转帆成圣 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 但是这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把西方极乐世界 介绍给大家 因为只有这个法门 能够帮助我们 一生就成就 就在这一生当中 你就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 一生成佛 这是一切诸佛如来 对我们众生 无比的大恩德 因为一切诸佛 他的心愿 就是要我们一切众生 能够一生成佛 永远脱离六道轮回 这是一切诸佛的心愿 所以今天我们好好念佛 就是完成了诸佛的心愿 是佛最欢喜的 最喜欢的第一弟子 所以无量寿经讲 我们是如来的第一弟子 因为我们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是同一部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跟大家说明 我们念佛要怎么念 所以那个念佛不是 我嘴巴一直念 一直念 这样叫念佛 最重要是心要念 所以你看大师之菩萨教我们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你要义佛 常常想佛 想极乐世界 念佛 这个念佛很重要的是 今心是佛 你看这个字很清楚 现在这个心是佛 这叫做念佛 那换句话说呢 你现在的心不是佛 嘴巴在念 心没有佛 这个叫做喊破喉咙也枉然 所以最重要是心念 所以宁可 心念口不念 不可口念心不念 所以我们很多人是口念 心没有念 这个有一点像什么 像那个鱼在喝水 你看那个鱼在喝水 嘴巴一直动 好像喝很多水 结果一滴水都没有下肚 为什么 从两栽都流出去了 所以你就知道 原来这个叫做口念心不念 现在我们知道了 我们念佛要心念 所以现在这个心是佛 这叫做念佛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念佛的时候 心里面 我们念这个阿弥陀佛 我们心里面要听得很清楚 听得很清楚 很重要的 你必须要听到你念到阿弥陀佛 如果你念的阿弥陀佛你没听到 那就白念 所以有的人问我 我们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有没有听到 我就问他 你念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 你自己有听到吗 听到了 好听到了阿弥陀佛就听到 为什么阿弥陀佛是我们的自信弥陀 为心净土 所以是自信里面的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没有离开我们 所以你听到了阿弥陀佛就听到 你没有听到了阿弥陀佛就没有听到 所以下一次我们念佛要注意 我必须要听到 所以甚至于你看我没有念出声 我嘴巴没有念 我心里面在念默念 默念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有一个声音的 阿弥陀佛的声音的像 那个像要清清楚楚 这样也就是有念佛了 所以不管你怎么念 你大声念小声念 行住坐卧走路也可以 随时做什么事情 你都可以念阿弥陀佛 最重要是心要念 所以心里面有佛 这个就是真正念佛 那这样阿弥陀佛随时随地 当你在这个世间的圆道 他就会接你到极乐世界 这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最重要的目的 也是一切诸佛如来 事现在这个世间 最重要的目标 是他的真正的心愿 他的本怀 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念佛 要我们去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肯定会来接你 所以阿弥陀佛 他绝对不会说谎话 因为阿弥陀佛他已经发过大愿 他的四十八愿已经发了 他已经成佛十节了 他说他的愿望如果不成就 他就不成佛 可是阿弥陀经我们刚刚念 他已经成佛十节了 很久了 所以他这个愿一定成就 所以只要你肯念到临终的时候 他就会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这个我们现前能够修行成就的方法 就是用念佛这个方法 所以这是最简单 最容易 最方便的 人人都做得到 而且也是佛早在三千年前 就给我们预测了 在这个时代 我们现在的根基 就只有靠念阿弥陀佛这个方法 求生极乐世界 以此作为我们的归宿 所以我们必定可以往生 所以最后祝福大家 老实念佛 我们同生极乐果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好